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好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剛才預告了一節回來會談談市場 請到發展商方面跟我們談談 政府局部減辣之後 施政部到現在一個月多點的時間 情況又是怎樣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加碼國際營銷及市場策劃總監香港地產的 溫吳偉銘 Hello 通年 你好 早安 早安 先說一說你現在覺得市況是怎樣 政府也有一點回應業界 減了一些辣 施政報告到現在 但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怎樣看市場呢 我自己看政府減了辣之後 確實對市場有正面影響 交投量確實慢慢見到跡象是回升 但始終在價格方面 還有很一定的壓力 始終因為我們這幾年 不只說房地產 我想很多行業都積存了很多所謂存貨 我們都要一些時間 即內地用的字眼 就是去法周期都要一定的時間 所以我自己看要慢慢一步一步來 還有過往推地都比較集中在某幾個區域 所以那裏的貨都會比較多些 唯一幸運就是我自己看 第一 香港發展商比較穩健 實力無厚 實力無厚 沒有說一窩瘋 大家就算吃了 即沒有一窩瘋割了天宵 會推倒市場 但發展商是有罪地去推貨 這是一個好處 即是你肚子餓 吃飯這樣正常 但你存了很多食物 然後你想燒些食物 可不可以一口一口 全部推進去吞 這樣不行 市場都要有一定程度的秩序去推貨 我覺得所有事情都證明了香港市場會有健康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其實香港人仍然叫做有些積蓄 我自己看香港人的基調仍然都OK 但始終有 反正我講有機 但有機背後也有危 危是什麼呢 始終我自己覺得 香港經濟仍然需要一段時間的復甦 還有政府應該都有幾多的事情做 我相信是配合經濟復甦的 所以這裏都是要看一看政府 或者整體整個全世界經濟的局面 尤其是我剛才都跟同事聊天 就說現在做生意 除了考慮一些所謂經濟因素之外 都要考慮一些地緣政治的因素 當然是 現在有耳巴、鵝污等等 這些都會影響 某些業務會發展 是 當然 適口走勢也是一個關鍵 這段時間 美國一直加息 到現在這個階段 大家形容 加息收期都不遠 完結了 但究竟何時才下來 息會不會橫行 這也是另一個焦點 你自己怎樣看 息口和樓市或經濟的關係 很明顯 無論經濟好、無論樓市好 息口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當然很多人都說 以前97年 8厘、9厘、10厘 或者超過10厘 我記得當時有發展商做過 10厘定息案件 其實都很受歡迎 是啊 當年 但我想 似一時比一時 當時差不多起飛的階段 很多行業的回報都比較高 所以 縱使的息口是高 所謂我們做生意的成本也好 做發展的成本也好 是高 但市場的利潤足夠覆蓋 但今天 因為所謂做生意也好 做發展也好 那個利潤是相對薄的 所以現在的息口相對變得敏感 現在由之前我們供樓 可能不足一厘 現在去到四點多厘 這方面 會很直接影響樓市 大家都期望會減息 其實我又不太懂去看這件事 但當日美國政府說 加息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通脹 而美國通脹 現在某程度上 都算是跌倒了 另外一件事 我們會看回美國債券市場 其實美國都頗沉重 如果2004年 當時整個債券的額 都說7萬多億美金 但現在去到33萬億 壓力都頗大 如果持續在高息的環境 對於美國來說 尤其是政府都壓力大 所以我覺得始終 他們都會認為 美國都需要減息 去投一投氣 而事實上 我又不是專家 扮專家 看一看 以往我們見到 美國聯儲局的息口 都會低於一般債券的息口 無論是短中長期的息口 主要原因是 你的債券一定的息口高 別人才會跟你買債券 不如放在銀行 但最近你看到這一年左右 你看到其實美國的債券 尤其是中長期的債券的息口 會低於銀行的息口 變成什麼呢 當然有人會責 期望債券的價錢會升 變成有一個所謂減息的訊號 而事實上 倒掛這個情況是很少有的 所以我自己看 接下來減息的速度都會快 當然有人期望是 可能去到下年的年底 我自己比較樂觀一點 可能會提早 為什麼呢 第一 美國大選 始終經濟掛稅的 美國都會刺激經濟底下 做減稅 因為你也知道 譬如我們在減辣 都不是馬上有效果 或者有效果 都需要一些時間 都需要時間 所以你減息那個效果 要令市場的光好升評 都要提早做 我覺得會早些到的 減息那個時間 至於減息那個反應是怎樣 都要看了 因為剛才我所說 減息好像有利做生意 但今天做生意 又要考慮很多政治因素 以前很多地方 是一個所謂的自由經濟體 不同國家就可以自由經商 但現在尤其是中美的關係 我覺得都要拭目以待 你看到最近又說 每樣都扣帽子 說到國安、國防 你知道現在始終最賺錢的一個行業 其中一個行業就是科技 高薪科技 現在說晶片那樣東西 都是國防、國安 會不會有影響呢 都要拭目以待 嗯 地緣政治 都會不會繼續惡化呢 即環球 我們現在叫去全球化 以前說了幾十年 全球化 中國受惠 國家做世界工廠 但現在似乎 西方陣營都很多圍堵了 各方面 會不會令到香港都難以自處呢 或者是否要重新定位呢 我自己看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一個循環來的 今天說A 明天就說B 然後轉頭又說A 今天我看到有個別的行家 其中一件事 就說不太看好香港的股票市場 因為事實上 在今天來說 你問很多股票經紀也好 或者基金經理也好 他們就說 現在很多外國資金就走了 就不買 有中國概念的東西 如果中國概念的公司 它發債也好 上市也好 可能不支持 我明白今天 但反過來 當你有得賺錢 當大家的關係又好 又會發生的 始終我自己覺得 這是一個循環來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要看一個 Fundamentals Fundamentals是甚麼呢 即是基本面 對 基本面 就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國家其實 優勢是甚麼呢 我們除了有人 有資金之外 其實我們真的有很多天然資源 一個地方 之所以繁盛 除了你真的做Trading 左手來右手去之外 其實你本身 自身有甚麼資源 去吸引別人 跟你做生意 始終我們的國家 我覺得有很多資源 你想想 我們都可以突破到 用人民幣結算石油 那為甚麼人要你的人民幣 那些人民幣 用來買甚麼才行 那當然是買你中國貨 所以我自己看 Eventually 有社就自然鄉 但這段時間 因為 所謂政治的因素 大家七雙權法 我打你一場 我一雙三個地方 但捱不了多久 始終大家都應該 找共同利益 不是互相傷害的 我自己看 Take Times 但長遠 中美的所謂競爭 是會存在的 看看互利底下 你給我甚麼 我給我甚麼 你去互換 但這個因素 會不會 你剛才說Take Times 要影響多久 或者循環 多久才出現一次 我自己覺得 是永久的了 這個情況 所謂競爭的情況 但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就會有一個短週期 不斷地發生 其實很奇怪 就像我們現在做房地產 法國以前 可能十年一個週期 現在其實一年發生幾個週期 短了 或者一年發生十個週期 突然這個月又賣不到 下個月又賣到 因為那個 所謂 因為現在沒辦法 資訊發達了 我們知道那些資訊 很快 一收到資訊 市場馬上反應 反應後 可能有聲有跌 變成我自己看 慢慢整體 聲聲跌跌 聲聲跌跌 也好 就是慢慢向好 但是 都要好看 整體 香港和大灣 和整個國家的政策 如何配合 你自己看發展商的部署 是怎樣的 剛才你說週期短了很多 可能一兩單消息 也馬上要反應 其實那個部署策略是怎樣的 其實長遠的策略 都是退負的 所以我覺得 發展商都沒有辦法的 面對今時今刻 始終今天來說 還是高息的環境 變成發展商要退貨 減低成本 我想發展商 一路一路都會看著市場 有機會就推 如果他自己推不到 就會加些優惠 做一些推廣 有一個好處 就是做房地產 一件事就是 那些貨品一路會變 甚麼是一路會變 現在我們賣 譬如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公司賣 啟德某個盤 他是樓花來的 那樣子 好像那些植物 一路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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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到五樓 明天到八樓 當他平頂的時候 開始插棚 看到帥哥 然後東西可以見形 又會吸引到客人 本身發展 都是一個推廣 所以我自己看 一路做 一路會做好些 做發展商 沒有辦法 除了一般的推廣之外 我們要做好自己的盤 希望賣得到 事實上 我們見到 我們有好的競爭對手 他建了一段時間 賣正的貨 一路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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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人覺得 最近賣二樓都賣得不錯 因為二樓就可以實地考察 直接看到 是呀 我想發展商都會繼續努力做好自己的貨 始終你不可能說 我今天賺不到錢 我們節省一點 令到麵包的成本便宜一點 但是做出來不好吃 不行 我想問一下 其實做麵包的成本 有沒有貴到 逆後復常之後 大家說各行各業都沒有人 建築業界在疫情前 都說已經不夠人 現在其實 建築成本的情況又是怎樣 建築成本 其實不是真的升很多 是有升 但是不是升很多 但是 因為建築的速度慢了 速度慢了 變相相關的成本升了 即日數多了 不是 日數多了便利息多了 其實建築費是否真的升得很急 不是 不算升得很急 融資成本增加了 對 沒錯 如果今天我們融資成本不高的話 市場正在升 遲一點點 我們更賺多些 當然沒有人可以說 但是今天事實上 融資成本這麼貴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賣樓花 我想盡早收錢 那些錢都會放在Stakeholder 那些貨物要買 對 我們早一點點拿錢回來 拿錢便可以抵消一些相關的成本 我自己看 當然剛才你所說 建築成本是貴的 但是最主要原因真的不夠人 OK 不夠人 還有事實上 近年我都經常說 近年我們買回來的地 建築難度是高了的 OK 無論在建樓之前 事前準備 包括七通一平 我們要做多些事 第二 我們建的過程裏 亦都要幫政府做很多公共設施 這件事在設計上和建築上 都是加添了困難的 這件事令到整個整體我們難了 再加上有些地 我們買回來覺得福地很大幅 就算你說 你知道近幾年 又說不夠供應下 政府很多地 都將所謂地積比率加了 變成你建多了東西 我的地要有充足的地方 才能建樓 要不然我連田樓車 可以進不了 進不了石屎 那怎麼辦 但是我們買福地 覺得很大幅的時候 發覺原來不是的 因為很多周邊地方 它是計算了 那些地方屬於你的地盤面積裏面 去計算地積比率 但是那些地方 其實你是用不到的 可能已經是建了一個道路 又或者你將要做一個道路 或者你要提早做出來 是一個道路 那些地方是用不到的 變成你實際 所謂你的Works Area 即工作空間 就會小了 建樓困難了很多 還有政府的規劃 有時改來改去 自大國若攀小鮮 反來反去 那條魚就爛了 好像你啟德成的規劃 原本又有輕軌 又沒有了 又回來 又是研究雲巴 這些反反覆覆 其實是不儘量避免 發展商在投地的時候 有時也遇不到你的改變 我就覺得有危有機了 坦白說 最近你也看到了 很多香港人 甚至其他地方的人 衝了上內地去玩 無論是近的 深圳、廣州、遠的 北京、上海 甚至乎一些三線的城市 新疆很受歡迎 對 很多人去 為什麼呢 其中一件事 當然你會見到 內地現在先進了很多禮貌周周 各樣都很好 吃東西又好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對於一個旅遊人士來說 新鮮感都很重要 原來兩、三年沒有來 又不同了 多了很多新東西去遊覽 看到 其實香港不是沒有 其實正正就是啟德 你看整個啟德 三十多公頃 這麼大的地方 千變萬化 這麼大的地方 三百二十公頃 等於幾大 兩個九龍灣加觀塘的商貿區 加起來兩倍 這麼大的地方 政府真的不要浪費 因為我不覺得 在十年內 或者二十年內 有一幅這麼大的市區地皮 讓你作為一個龍頭地方 你覺得政府現在有沒有浪費 浪費 浪費 我覺得浪費 為什麼呢 坦白說 其實啟德 除了一個很好的商貿區 可以有建立 因為政府其實一早計劃 將很多政府部門搬過去 另外一件事 其實一定是香港其中的龍頭 的旅遊點 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是浪費的 今天是浪費的 如果政府加把勁 立即再重檢整個規劃 重檢所有 infrastructure 我相信五年內 香港一定會彈起 作為旅遊區 為什麼呢 有郵輪碼頭 有啟德體育園 有五個IFC這麼大的 IFC complex 即是一二期 再加商場 再加四季酒店 這麼大的商業寫字樓樓面 一定做得很漂亮 是不是 你的廣場又漂亮 其實我覺得 楊局長真的要看一看 怎樣打造 要加以善用 加以善用 很簡單的郵輪碼頭 你當日是不是想錯了 純粹上落 加以善用配套 現在不是沒有機會 旁邊有幾幅商業地 放在那裡 政府做了 可不可以做交通樓樓 在那裡 你的所謂單軌 變成雲巴好 變成熊貓空鐵好 什麼 你有 那裡做一個總站 做充電 行不行 完全行 然後整個啟德內海 我們的維多利亞 說內海的位置 有沒有機會打造一個旅遊區 水上活動好 甚至變成Fisherman Wolf 是不是 Darling Harbour 這樣的形式 其實整個啟德區 是很有活力 很有potential 我經常說 做發展有短中長線 現在政府很明顯 這個交易洲填海 一定是長線 是不是 這個北都就是中線 啟德一定是短線 所以你想盡快令到香港的復蘇加速 其實一定要投放大量資源 將整個啟德區做好 作成說 將碼頭賣掉去 不要政府持有 上市 用商業營運 到時被人建酒店建商場 不可以單單說商業營運 你一定要有個竭機 讓別人賺到錢 如果你投放給私人機構 去做商業營運 你必須要有利可圖 最近你看到政府這麼多地流標 不是我們不去計算 我們真的畫了職 但問題我計算出來 無利可圖 你要我做這麼多事 又或者反過來 有些地設了一些所謂上限 甚麼是上限 我賣出去又有上限 很簡單 有些地說你賣出去要八折 八折是甚麼概念 八折就變成了一個居屋概念 不是公屋 居屋概念 居屋的人士就有個 即是資助房屋的概念 即是你掉進去 手折盤 對 變成資助房屋的概念 發展商又會打壓折扣 即我賣的東西 不會有無限想像 客群又不同 客群又不同 變成很多掣爪 你要令到那樣東西 是有利可圖 你私人參與就會做得很好 聽到市場的聲音 樓盤可以做個天堂屋 又賣貴一點 你全部要做手折盤 整個盤可以拿走盞 沒錯 沒錯 接下來樓價走勢 預測一下 我自己看 暫時來說 算定了 特別地方 尤其是入貨成本低些 為了要積去存貨 可能會有減幅 在指數上 可能會有單位數字的跌幅 近一兩個月 但是 當這些貨都去完 我自己看 就會全都寸定 全都寸定 明年都是平穩的 我覺得 由加息變成減息之後 我覺得樓市反而反而 反而有些少許多 我期望去到明年年中 樓市存定之後 在明年下半年 會有單位數字的升幅 入市的量力而為 今天多謝Tony 多謝 謝謝 多謝 多謝